赵丽颖十年前开出的枪 十年后郑重陈晓眉心 那一年陆真传奇大火 他们所有的综艺都甜得冒粉红泡泡 赵丽颖在拍戏时陈晓去上节目 主持人为难她也只是坐在那里默默的微笑 提到赵丽颖的时候眼里总是带着光的 很多次公开表示对赵丽颖有好感 完全不掩饰对她的喜欢 当初无数的剧粉刻着对金童玉女哥的死去活来 毕竟在那个年代 谁敢公然在节假日和生日会互Q 演示剧都结束了 还会互相去对方的剧组谈班 以上种种行为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真的吧 但在各种各样的采访中 被问到和赵丽颖之间的关系时 陈晓的回答却总是莫棱两可的 她好像有所顾忌 又好像试图隐瞒些什么 之后又被狗仔拍到两人亲密牵手的画面 两人拉手的图片之间也还能找到 在公所陈晓剧组合体出席活动时 身为男主的陈晓和女主周东宇没有一点互动 却和女配赵丽颖全程手牵着手 更是在快板中亲自为赵丽颖吃虾 这样的相处模式 任谁看了不说一句般配 之后赵丽颖经历了全网黑 被网友大骂滚出娱乐圈 那时候的陈晓还在发微博为赵丽颖发声 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一个很努力的女演员 甚至可以完全准确地说出赵丽颖的口味和爱好 还亲手为她画了一幅画 而赵丽颖也无数次地帮陈晓解围 即便是让自己陷入到被骂的境地 在某节目中有打电话给好友的环节 陈晓选择打给了袁珊珊 当时袁珊珊并不知道在录节目 于是在通话中语气很是娇媚 就在这时赵丽颖出生了 就因为这句话赵丽颖遭到主持人的连续质问 可当时如果不是赵丽颖的及时制止 上热搜的或许就是陈晓和袁珊珊的恋情了 节目播出后赵丽颖遭到了长时间的网络攻击 但在那段时间里 陈晓只有在赵丽颖身边时才会显得不那么腼腆 可时过境迁 在某次采访中被问到恋情是不是真的 赵丽颖希望她说话 陈晓却只是默默点头表示先保密 而当年他们那些亲密互动 却成了陈晓嘴里的炒作 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外人根本无法揣测 后来陈晓公开了和陈妍希的恋情 而赵丽颖取关了陈晓 采访中被问到会不会参加她的婚礼 为赵丽颖怼到为什么要参加 合作的四部作品结局都是避秘 他们好像真的活成了陆珍传奇中 角色各自该有的结局 高战另取他人 而陆珍事业有成带着一个儿子度过余生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顶级避秘 之后的两人再无交集 直到陈晓宣传新剧直播 原先到赵丽颖头像的网友 就连旁边的男演员都认出来了 陈晓还在装不认识 一直在问是谁 而那会儿恰好是在陆珍传奇十周年 好不容易以这样的形式同框 却闹得这么不体面 于是两家粉丝丝的腥风血雨 南方粉丝强调陈晓是误点完全是意外 然而女方的粉丝却表示 不管是不是意外 一节话题是南方主动引起的 就应该做个体面的收场 可谁又看到了陈晓看到头像那一刻的手足无措 以及后面工作人员火速让挂掉电话的行为 或许这段关系不只是我们的一难平板 如今物是人非 赵丽颖将所有重心都放在演艺事业上 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蜕变成女王 而陈晓却依旧洒脱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